有请1号男嘉宾 这很帅 他有点那种小害羞 是我喜欢的那种 这很绵腾的 这个可以 这把他绵腾 对 洪老师好 你好 我喜欢这种害羞 绵腾的 我感觉他应该很小 等等 谁要写的这么天哪 这还没说话 1号暴灯 这谁暴灯啊 咱1号暴灯 1号暴灯 连名字都没来机说呢 这边都有人暴灯了 特别他一看你就不行了 1号赵佳南 孟爷爷我快不行了 救救我 我特别喜欢 就是刚才我自我介绍的时候也说过 我特别喜欢那种 就有点害羞腾腾的 就是爱脸红的难受 我觉得他就是那种 弟弟是看起来腾腾的 我还没自我介绍呢 他在转移话题 这是害羞的一个体现 不重要了 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如果规则允许的话 你们俩现在就可以走了 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 不行不行 你关注一下1号啊 好的好的 来 作介绍 大家好 我叫田田豪 我今年28岁 来自成都 我是一名赛车手 然后同时在金银家改装店 谢谢 这个我喜欢 这个我喜欢 这个局也我喜欢 看着就奶奶的 结果这么酷 那边是你的 那是我姐姐 大家好 孟爷爷好 我代表我们一家人在这里 希望给弟弟牵手一名 热情开朗 尽客我家弟弟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会跳舞 会一家 我完全不合啊 天哪 我问得他 我可以尬舞一段 我可能要跟你抢一下了 我们先让姐姐 在这六个家庭里边 选择一个心动家庭 点猜猜号码就好 六号 六号 二号 二号 好紧张 孟爷爷 三号 男嘉宾的姐姐 你弟弟一说她是赛车手 我感觉她特别合适我们的家庭 我女儿啊 不管为跳舞 还喜欢唱歌 练跆拳道 还练瑜伽 天水 架子步 急的 希望你能关注我女儿 爸爸太给力了 你爸爸这个培训过吗 好 小孩子 我看到你28岁 你的长得呀 就像25岁 像你一样看 最喜欢我家姑娘 我家姑娘呢 你长得很小 你家是成都人 我是重新人 这个我说话没得带根 你很好 她女儿是医学博士 好 好 我弟弟她学历不是很高 只是一个大专 吴老师 我子女呢 立心她是个跳舞老师 跟男嘉宾一定会很合的 她比我高吗 我很矮的 这么耿直 耳朵 很矮的 她就是打我这样说自己的了 待会你把它叫出来 比一比就知道了 对 我好萌的感觉 但是我比较喜欢哥哥感觉的 你想那种也想的是吧 我们看男嘉宾的短片 这一路 我一直在追寻一个答案 不管你认不认可我 我都还是那个追梦的人 我是田天豪 踏上电竞行业 20岁全国冠军 加入过IG AG俱乐部 参与过王九人要的车牌开发 却还是得不到家人的认可 他们只觉得 这不是职业 游戏 只是游戏 感觉她就是一个业内的明星 17年进入赛车圈 18年开了改装店 成为职业车手 成立自己的车队 这个帅 这个帅 改装 下赛道 在轰鸣身中 放肆飘移 做每一件事 就得做到最好 虽然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可还是得不到家人的认可 不被认可 成为折磨我的难题 爱情 飞驰而来 却呼啸而去 因为冲动随心的性格 为了跟她结婚 买房买车 我放弃深圳的事业回到成都 可还是得不到她父母的认可 分手后只有4600块 那是几乎破产 崩溃边缘 没有方向 感觉未来的女生付出了全部 不过这些都已过去 我觉得做人要有大格局 下一段感情我依然会全心投入 只求问心无愧 只求你认可我做的每一个决定 认可我的每一步 你觉得她会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可爱型的吧 你感觉我有戏吗 在片子里边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叫认可 对 也就是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做任何事情 都没有得到父母的认可 像之前玩电竞嘛 包括后面做游戏 然后接触 赛车 爸爸妈妈也是觉得 她是一个玩无上知的一个事情 像游戏 电竞 很多人作为爱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作为职业之后 可能就父母朋友就不太接受 她之前不是在做游戏策划吗 是非常正规的职业 感觉这个我妈妈应该会考虑一下 因为她不是很喜欢打游戏 她们希望我是在一家公司 老老实实地去工作 有单位上班 对 碍月领工资 对 有劳保 单位也发点福利 父母就觉得这是一个稳定的生活 主要是父母她们那一会儿的思想 比较传统 这个我其实挺理解的 因为我跳街舞我家人也不是很支持 觉得我是不务正义 但我觉得是我的梦想吗 还是要坚持的 你以前的女朋友对你的这个职业认可吗 有时候认可 有时候又不认可 前女友的家人也不是很认可 她之前的女朋友是因为 那时候就是看不上这种职业 所以我们能不能说你是一个 非常缺乏别人认可的年轻人 是的 特别是长辈吧 我来问一下 六个家庭的长辈当中 对未来女婿或者未来女儿的男朋友 从事这个职业 有没有觉得我不太认可 我认可 没有 只要女儿喜欢就好 不好家庭 你爸爸妈妈 比较这种传统 传统一点 是吧 五号家庭表示了不能接受 我想问一下把五号的声音扩出来 言心 你的爷爷和妈妈 对男嘉宾的这个职业 表示不太能够认可 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跟我妈妈和爷爷的态度是一样的 我觉得男嘉宾是很优秀的 能够在自己的行当里边 然后成为佼佼者 就只是说我因为可能我们两个爱好与交集 完全是两个平行线 所以妈妈和爷爷可以灭一下灯吗 我的 你看 那就除了五号家庭之后 其他的做父母的对这个职业没有意义 是的 认可认可 对的 你看 六个家庭当中五个是接受的 谢谢 很舒服一号 因为在台下的时候 我就说可能我未下一个播完就离场了 游戏也好 赛车也好 你的收入怎么样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打电竞的奖金其实也不高 第一名就50万那个时候 很多父母会觉得你看 比如说我的梦想我玩音乐 玩电竞 玩赛车 他父母觉得你是在玩 但是你玩你能挣钱吗 你能养活自己吗 所以我刚才问他收入 起码养活自己没有问题吧 养活自己没有问题 好 从头到尾姐姐都是支持弟弟的是吧 是的 我弟弟的学历不是很高 但是他被腾讯破格录取的 一起参与那些设计 游戏的设计 也就是说男嘉宾是一个学历不高 但是在行业里边 还是小有成就的 我是这样理解的 但是你介意不介意男朋友比你学历低 我其实是有点介意的 但是如果说有一技之长的话 我觉得就可以弥补 各方面都不错 但是就是少了点感觉 我觉得你好像特别缺点自信 其实我蛮自信的 我一点都没看出来 哪一方面特别自信 就是我全身上下都很自信 全身上下都很自信 你看 你说到身高 我不是特别高 我父母不认可 我前女友好像也不怎么认可 姐姐那边说学历又不高 但是你在你们这个行业做得很好 对啊 是啊 你说话的时候 状态能不能再有一点自信呢 这样子可以吗 可爱了 喂 孟爷爷 我是1号赵嘉楠 嗯 麻烦帮我把这个电话转交给我爸爸 1号爸爸 1 2 2 爸爸 你怎么不争取一下 我在这就快急死了 我的天哪 要冲过去了 还有我们在二天场这些女儿们 都急得都要不行了 你们怎么不大激动 都要动起来 好了 都帮我们争取争取 跟他们说一下 我妈妈很安静 我还是没有很心动耶 男嘉宾 你好 您好 刚才我女儿打电话 怎么说呢 对你什么轻微督瞅 我一眼就看得有眼门了 你是她心仪的男生 我问你能接受吗 爸爸好吃 等一等 等一等 刚才这个赵嘉楠说 我里边的女孩都很激动啊 都很喜欢她 你们快要争取啊 为什么外面你们这么冷静啊 你们非常喜欢啊 爸爸说话说话 6号 小小子 其实你这个专业 72号 汉汉出专业 这个比美人傻子 你只努力去做 有信心 肯定会成功的 真的 我很支持她 有个性 有性你知道吧 好 现在留灯的是一号二号 三号四号六号 上去灭掉三盏灯回来 这我好紧张 不好意思 天呐 天呐 四号自己灭了 天呐 天呐 为什么 为什么 怎么搞的 好紧张 二 三五 她比较难选 都对她表示点爱 对吗 完了完了 灭了我吧 都放弃了最适合她的一个人 天呐 我好像放松了一点 您不能灭 二号和六号里边留一个 一个是跳舞的度量 对 一个是绝一的博顺 他这样介绍我 我总感觉会被我蹬跌 二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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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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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叔叔的鼓励 谢谢叔叔的鼓励 一号和二号 都上我们俩 为什么选择了二号不是六号呢 因为你刚提醒了我 你是从哪个信息里边做出的选择 学医 我喜欢学医 学医有那么可怕吗 她玩赛车我学医 刚好做个治疗多合适是不是 所以我是搞肿瘤的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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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我 我跟你同样只是一个大专 来看一下两个家庭的背景资料 赵佳南24岁 私人健身工作室合伙人 邱丽星26岁 舞蹈老师 温馨提示 男嘉宾 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的话 你的生活可能充满刺激与惊吓 比如说 当你回家想睡觉的时候 打开床一看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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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 如果你心脏够好的话 那就大胆跟我走吧 我有点重口那种 第二条 为了立心上节目 我们可是用心良苦 不信你们看 妈妈和阿姨都好美 这就是颜值差不了 立心加油 新乡亲大会 我们来咯 怎么这个 怎么这个 得了 问两个家庭有个问题 我问阿姨好了 就是如果你们很生气的时候 叔叔是怎么样去哄你 是 我们当恋爱的时候 我是要求她 你背着我走 大约能有快半个小时 如果不走到地方 你给我放下了 咱俩就拜拜了 咱俩就拜拜了 好霸道 这是属于体罚 但是我熬过来 但是她还是坚持下来 但是我还是比较瘦 苗条一点 很有情趣 这个问题可能对立心妈妈来说 就是一个有点难的问题是吧 我一般我生气的话我就不讲话 立心爸爸知道我生气 他也看得出脸色 所以过了差不多一段时间 他就自己会来抱抱我 那我也就过了 容易被哄好的那种女人 对对对对 你关心这个问题的原因是 这我有个缺陷就是 琴话不太会说 说不好听的大男子主义 他可能不是很懂 大男子主义是什么意思 他对自己定位可能不太懂 必须搜一下土味琴话大权 虽然有点肉麻 但是好使 好 有请1号 2号 我们来看一下你姐姐选择心动家庭是哪一个 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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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2号 天啊 天哪 挞挞挞挞挞 来 两位女生可以表白 有点伤心 对 没有想我 不过我真的就是很喜欢男生的类型 就是有点腼腆 有点害羞 我一到喜欢的人就会有点紧张 我也紧张 我有点任性 然后有一点 就是脾气不是特别的好 不怕你强 因为你是我的骄傲 我觉得她可能这1号就走了 2号 你的条件很好 调不出任何的毛病 但是 就是少了一些心动的感觉 可能相处的时间不够 立心好像要拒绝她 什么情况 她要 她 佳南她真的确实 刚才在里面的时候对你是挺行动的 希望你可以就是多多考虑她 不好意思 也谢谢家人选我 你听懂了吧 我听懂了 就是委婉地被拒绝了 最后一个问题也问两位 就是如果说我跟你们的长辈发生争吵 你们会怎样去处理 百善效为先 我肯定会就是多多开导你吧 先安慰好你的小情绪 让你就是能跟父母好好沟通 2号 肯定我会当中间的桥梁 但是如果就是事情错在你的话 我肯定是会帮我的妈妈的 好 谢谢 好 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1号 2号 两位女生 你的选择是 1号 1号 好 谢谢 你的选择是 我好喜欢你 好 恭喜你 接手啊 你好 你好 欢迎到我们的家里来 好 她在表白的时候 有时候她自己有小脾气 其实有时候 以前我也是有那么一点点 这是能够帮我吃的 我喜欢的男生就是那种 就是有点小害羞 就是会觉得很可爱 有请2号男嘉宾 来了 大家好 大家好 这个好帅 这个好帅 这个有点好看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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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这个好帅 这个好帅 这个有点好看 这个有点好看 好帅 什么时候 下手快很帅 大家好 这个好帅 这个好帅 那个好帅 那个好帅 这个好帅 这个好帅 很广场 好帅 好帅 你好 你好 这样你找不到国语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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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帅得好帅 郭仲佳今年二十八 来到贵宝地带着我爸妈 金融顾问师理财有规划 会诗词歌赋懂琴棋书画 来此寻红粉终身陪伴他 郭仲佳 诚信复诗 那边是 这是我的爸爸跟妈妈 孟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郭仲佳的爸爸 我来自中国 台湾 大家好 我是仲佳的妈妈 我刚问师傅 我说 你儿子为什么那么有才 爸爸说 还不是他老爹吧 他自己传的啦 有有有 继承一波 继承一波 先让爸妈选一个心动家庭 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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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爆灯的二号女生 妈妈 妈妈说遇到好的 就要好好地把握 所以我就很努力地抢了爆灯 她的外形整个就觉得很可以 所以就觉得应该要 替自己争取一回 好的 我已经被她帅到爆了 还有爆灯这个风呢 对啊 你是炸的手太快 刚才跟诗有关系的 5号 妈妈爱写诗 还有谁爱写诗来着 我也会念诗呢 对 我特地为了立心她上这个节目 我做了一首诗 来 听一听 原地就好了 原地 念诗又命了 你见课了 阿姨放大招前的前照都是上台 可是我看到这个男嘉宾 男嘉宾这么帅 对 我有点紧张 小路乱走 让我想一下 还比较 哎呀 想一下 想不出来了 阿姨太紧张了 可能妈妈只是想上去 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 我真的看到她太帅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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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不好意思 我待会想到我再告诉她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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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到那个东西 小路 开始 布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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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解救她一下 我们两个唱一首歌 这样好不好 唱一下 又上来了 来 反合一下 反合一下 这个尴尬 对 太尴尬了 妈妈要出招了 我们就唱巧合 OK吧 好 世上的人能这样做 你却碰到我 我一路没有见过你 你没见过我 我儿子点都红了 你看 所以这样的机会不太多 谢谢 谢谢 好 好听 好听 这样一来就比刚才好多了 他们两个真的发很糟了 好厉害啊 你妈妈 孟爷爷 实话不相买 我妈妈也是很会唱的 有小邓丽君赤身 大哥 弟兄婆 你不要蠢蠢欲动 你不要晚上滑 你在原地待着 喂 喂 孟老师 你好 我是一号方卫洋 我想共犯我的声音 好的 来 把一号的声音过出来 男嘉奔 你好 我叫冯文娅 我是一号 然后我刚才一看到你的话呢 我就觉得你就是我很喜欢的内心 我觉得你妈妈就是喜欢唱歌 然后我就想跟你妈妈一起唱一下歌 可以吗 可以吗 你说个曲目看看阿姨会不会啊 有没有听过 月亮代表我的心会吗 一定会 可是我们现在的年纪 跟孟非老师一样 昨天吃什么 现在就忘了 会辣子 旋律姐姐记得住 开个头吧 开个头吧 妈妈 你去想一想 你去问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谢谢 谢谢 阿姨唱得比我还好听 好好听 好好听 好心机 都开始搞定丈母羊羊 这都是我童年时候听过的歌 一般在卡拉OK唱的时候 这个歌曲分类 分在流金岁月那一组里边 是吧 下面请看VCR 又是一首诗 又是一首诗 又是 大气稍微公民发 惠奇此席许重顺 我叫仲家 目前是 担任职业是那个 金融理财顾问师 我喜欢的兴趣话是做公益 跟写诗 各个场合其实都会写 如果我碰到喜欢的姑娘 不用讲 我会直接就写一首诗给她 哇 好浪漫喔 我喜欢写诗的 前四任的话 大概就有 一个喜欢 一个不喜欢 两个没感觉 我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哄她 那喜欢的我就写诗哄她 她就觉得很开心 我很喜欢她笑的样子 先冷静一下 女朋友生气的时候 我曾经写过200个对不起 什么 可是回应不是很好 其实我喜欢的类型是偏向长发 有气质 我长发有气质吗 她可能是比较先气一点的 现场碰到喜欢的女孩子 在节目现场 真的吗 我写诗给她 期待其女子相伴 一首凉凉给她 一首凉凉给她 不知道啊 某个人听的那种词 你也喜欢她吗 这个片子里边 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是写诗 是傻笑 我从来没碰到过一个男生 说是红女朋友 靠写诗的 只会写字 雯叶 要是你呢 男朋友惹你不高兴了 半天最后写了一首诗 看懂还好 看不懂我们更生气 气死了 你要红我我也看不明白 孟爷爷我有个问题 我想请第二现场的女嘉宾 我想要了解一下 怎么样去红一个女生 对她们来说怎样的方式 是比较有效的 这个问题有人要回答吗 愿意 愿意 谢谢 谢谢 点一下二号吧 宝灯的姑娘 刚刚看到说 你会因为女朋友生气 写200遍的对不起 这样子的道歉方式可能不太行 我们二现场的女嘉宾 每个都想要看看 你会用什么方式红女生 那你推回来 对吗 我们想看你怎么红我们 然后我们再决定 给你指导一下 我给两句话可不可以 你试试看吧 宝贝 我愿为你每日附庸风雅 也愿为你每日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两句话觉得OK吗 不OK 不OK 不行是吗 不OK 好没有诚意 我先问一下 现场有好多姑娘 年轻女孩 你们觉得OK的举手 我看一看 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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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举手 因为我三号爸爸觉得可以的 谢谢爸爸 我爸爸觉得可以 因为我爸爸也不是会哄人的人 1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姐就从小到大受了很多情诗 就有一封她里面就写了200遍 我爱芳贵雅 然后我姐还留到现在 所以跟我姐就是真的超值配的 妹妹好棒 妹妹好给力 谢谢 芳贵雅的妹妹提供了一个角度 我觉得很有道理 就是同样的方式 可能对这个人不好用 在那个人身上就好用 对 你刚才你想写了200个对不起 我个人感觉啊 可能接受这个的人不太多 但是如果你把这200个对不起 变成100个 比如说对不起 芳贵雅 对不起 芳贵雅 写100个 这个可能就好一点 因为她有明确的对象感觉 有道理有道理 孟贵老师太厉害了 对 她肯定经验丰富 对不起 喂 喂 孟老师 我是6号 想要让爸爸听电话 6号爸爸听电话 爸爸 我看得出来你也很激动 我觉得咱们妇女可能是同心了 这个我也喜欢 爸爸 你懂的你可以再激动一点 你可以再帮我争取一点 但是你要把握好注意 不要吓着男嘉宾了 好 谢谢爸爸 爸爸 给我个眼神 你是不是没听懂 咱们都是老嘉宾了 不能再来第三场了 爸爸好兵 突然大惊 刚才6号打电话来的时候说 爸爸 你帮我争取一下 但是你说话注意不要吓到他 我要找一个语系 非酸钱 这个东西很好 我娶到你了 给我酸钱 我的公司不太大了吗 娶到他了 我的私心 我女儿也是这个私心 我想你们非常的好 好 好的 谢谢 好苦啊 我怀疑男嘉宾听不懂我爸爸的说话 1号 因为我姐其实从小去了学音乐 她还会跳舞 刚刚你在VCR里面也有跳舞 对不可以现场给我们也跳一个 可以吗 好的 来 真的 很难想到一个会做诗的人在这里唱舞 这颜团也还蛮自然的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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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应该为男嘉宾这种过头出趣的精神 我们给你吻个掌声好不好 好可爱 超可爱 超可爱 哇 很好耶 二號大一 男嘉賓 我終於想到那個山了 你已經死了是吧 對 這是你剛剛創作的 這男嘉賓這麼優秀 我一定要搶到手 我今天是有使命的 喜鹊橋上把親像 相親大會密娘園 盼望男賓把手牽 只獻鴛鴦不獻仙 不知道男嘉賓覺得怎麼樣呢 我覺得挺厲害的 挺厲害的 歡迎繼續收看 相親獅子大會 上去滅掉自斬燈回來 自己退吧 再這樣 再這樣 怎麼自己按了 怎麼自己按掉了 我媽媽怎麼又按掉了 好 決定 我要決定的 沒關心 等一下再說 氣死我了 一號和六號再選一個 爸爸 加把勁 爸爸 加把勁 加把勁 那麼六號真的很適合你 六號真的很適合你 你要生孩子 我都可以幫你帶 我都可以幫你的婆婆親家 而且我真的真的 我花十包鳳爪把它鼓來的 你見到我姐 你會很高興的 她就像仙女一樣 我想怎樣 怎麼辦呢 她很難選 你問一下 真的真的我們還可以的 我們可以的 我們可以的 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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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她 好厲害喔 她 天啊 好偶拼啊 太感人了 太感人了 怎麼回事了 怎麼回事了 天啊 自己不小心按掉了 好偶拼啊 好偶拼啊 這個拼著都很厲害 很慘烈 來看看兩個女生的基本資料 方未雅 28歲 鋼琴老師 邱立新 26歲 舞蹈老師 我姐啊 初小就是很受歡迎 你看那些情書啊 禮物的 從來都是一堆堆的 你看這個 戴上你已經是不可改變的設施 我可以成為那個 帶給你幸福的人 好害羞喔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個真的很搞笑 她就是解了我iPhone位 然後寫了200遍 200遍 再來的姐夫 就是追求我剪的人那麼多 以後也肯定會更多的 所以 其力也不要氣促喔 你看人家寫200遍 我愛你 你寫200遍 對不起 寫正遍的好像比較好 來 下一條 一芯 現在如果結交到 好一點的男人 就要好好的珍惜 不要想媽媽以後怎麼過 你只要好好的過你自己 我就放心了 我還是希望不管到哪裡 還是會替媽媽留一個房間 她如果需要我的時候 我希望她能夠跟我一起住 那如果她希望有自己私人的空間的話 尊重她 問題 問兩個家庭 好 我想要請問叔叔阿姨 就是你們當初在一起 叔叔怎麼求婚的 又有許下了什麼樣的承諾 以前求婚都是真心真意去求婚的 這個我可能保充一些吧 其實我們家裡現在 就爸爸跟媽媽也是離婚了 我媽媽跟我說那個時候 因為我爸爸在內地 然後我媽媽在香港嘛 我爸爸就一直給他寫信 寫了很多封 很多封 所以最後我媽同意了 他理財來香港 真的跟我媽提婚吧 父親離婚可能有這樣那樣的原因 但是起碼至少他們當初結婚的時候 是幸福的 是有承諾的 是甜蜜的 對吧 我們也不應該忘記 當初曾經美好的那一幕 夫妻不能百年合好 但對此你一定要負責到底 都是一個做父親的要負責任的 說得好 叔叔 這個爸爸關聯人啊 我也是要回答同樣的問題嗎 你看看你問的問題 1號他們離婚了 2號的先生剛剛過世 你看你選擇這個問題 可以 可以不用回答 我做主了 我可抱歉你 來 有請1號 2號 來看一下男嘉賓父母選擇心動家庭 請我請你選擇心動家庭 表白得伸到了 男嘉賓你好 我一开始听到你说 你会想写两百遍的那个对不起 我就觉得这个是最浪漫的事情 以前其实有很多男生给我写过这些信 但是呢 我就是那个很内向的女孩 我一直从来都没有主动过的 所以呢 这次真的是我第一次 这么主动的跟一个男孩表白 我好紧张 那我今天准备了一首歌 我想就唱给你听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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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se man say Only fools rushing But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太浪漫了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For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谢谢 哇 谢谢 哇 太美了 我以为会有贵力弹这首歌 我跟音乐上以后结婚的时候唱唱首歌 2号 男嘉宾 男嘉宾 你好 我也是没有对男孩子主动表白过 那我觉得你会写诗 就让我很心动 我一开始就为你抱灯了嘛 那妈妈很喜欢唱歌 我妈妈也很喜欢唱歌 我也会唱歌 那我还会跳舞 你在吟诗的时候 我就可以在旁边跳舞 那我今天就是准备了一小段舞蹈 希望你可以把目光停留在我的心上 谢谢 我们现在怎么那么多才多艺 谢谢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以后再也不说 自己会跳舞了 气死了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到底是英文歌的反差 能够打动她呢 还是古典舞的贴近 能够打动她呢 好难好难选择 两个都太优秀了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士 好 其实我准备了一首诗 从诗开头 从诗结尾 有诗有终 有诗有终 那我想请两位女嘉宾 都帮我看一下大屏幕 欣然一唱 此生情 女貌郎才 小两拙 愿乳相适 温酒饮 环游伴曲 爱竹窝 在这一首诗里面呢 那她也藏了一首歌的歌名在里面 我想要请你们 看能不能看出端倪 并且把它唱出来 这是一首歌名 小酒窝小酒窝 小酒窝 叮咕 你给我 想着我唱这首歌 想你最美的天爱 有每天睡不着 谁会唱 我会 两个都会是吧 来一块吧 你对我听我的天爱 对你对我唱 McKinsey 却像是喝醉了 终于找到 心有灵气的美好 一辈子暖暖的好 成就我成就好 是你最美的记者 每天说一句 好单线 好单线 真的太难了 怎么都那么活 我怎么觉得我们是来看 是来看天女的 是来看她们打狗粮的吗 真的 那个画面 本来是两个女孩一块唱 唱着唱着她也加进来了 这种感觉一定有对不对 人如我爸所说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难选 最后一个问题问完了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1号和2号 你的选择是 我一开始听到你说 你会写200遍的那个 你会写200遍的那种 你会写我的手 我说对不起 我就觉得这个是最浪漫的事情 我觉得你会写诗 就让我很心动 你在饮诗的时候 我就可以在旁边跳 好有悬念 太难选择了 你看 太浮烫了 她怎么办 这他勾人的舞蹈吧 对 舞蹈太爱了人了 孟老师我们可以来 祝家亲亲家吗 哎呀 亲家 谢谢 谢谢 我们这么最爱 也有唱跳的 谢谢 谢谢 孟老师 谢谢您 多么幸福甜蜜的一幕 你看二号在那个舞一跳 你有没有注意到 她的眼神千娇百媚 我可以肯定的是 她当时就控制不住 她那些失信大发 祝她们幸福吧 才子佳人 我觉得作诗的人 他不只是只有才华 他其实还很有信 就是一年刚好这么一线签 这么优秀能打动 仲家的心 我觉得可能就是天注定吧 千里来此远 能获一首签 若说两有缘 无悔我所选 我会让你觉得 一点都不后悔 有请三号男嘉宾 孟老师 今年31岁 清华大学本硕博联读 哇 大学霸 哇 学霸 硕博联读 现在在成都 负责新零售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那我再看看 没看清 妈 那边是你们家庭的 是我的舅舅和舅妈 还有我的发小 阵容超豪华 跟她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穆老师好 我是马星空的舅妈 今天我们希望能帮马星空 签到一位美丽大方 漂亮温柔 可爱的女孩子 进去来像我 每个都是 有点希望了 我那咋不不敢登呢 就是 选一个心动家庭 等我吧 一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是做那个高级管理的 在应该那个样酬 应该很多 会不会喝酒 需要的 因为我觉得酒 是一个很好的情绪饮料 这个词我听得特别高级 酒是情绪饮料 没事喝点情绪饮料 我要早认识你 学会这个词就好了 谢谢孟老师 五号 请问男嘉宾 对女孩的身高有没有界定 1比6以上就OK了 6以上 6号 男嘉宾 你照对象 你摇取的标准是什么 我总结一下吧 可能两点吧 第一点 希望这个女孩是善良的 那我们都善良 对啊 谁不善良 每个人都善良 第二点呢 我觉得希望这个女孩子 有一些格局吧 男嘉宾 你刚才说了一个格局 这两个字我喜欢 我女儿呢也是要做格局的人 但是那个都是 我的姑娘呢是1米58 矮了两分 1米6 好像给那个距离 这样配了 但是她特别善良 而且特别聪明 我女儿就是这样子的 就给你那个结的差不多 比如说我开那个火锅 她就给我把把这样设计 她布局不得比我还好 那个布局呀 那个格局 我现在是格局之下的人 我要做上人 格局的上人知道吗 你现在是唯一我得看上的 就是你跟我女儿特别相配 这个DNA 她的女儿也是拼了 喂 喂 孟老师 你好 我是6号嘉宾蒙宁 我想把声音扩出来 跟男嘉宾说几句话 问他几个问题 好的 6号 他怎么扩出来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就是听你那么喜欢成都 想要问你一下 那你喜欢火锅吗 好 作为一个地道了四川人 火锅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那真是太好了 因为我爸爸他的做火锅超好吃 我就是我爸爸最忠实的粉丝 所以我好希望也请你 试试我们家的火锅 你看可以吗 可以的 谢谢 谢谢 来 加油我了 好 谢谢 谢谢 我的天啊 这声音好好听 好讲 喂 喂 孟爷爷 你好 我是1号方卫洋 请你帮我那个声音更方一下 来 1号的声音 扩出来 男嘉宾 你好 我是1号方卫洋 我刚才看你呢 也是比较理性的 但是呢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比较感性的一面呢 就比如你有没有什么 才艺之类的呢 可能难为一个理工男了 可能他的思念里没有才艺 两个字 才艺啊 就平时跟朋友们一块运动运动 还嗨歌 那要不然你能不能唱两句啊 那试一下吧 孟爷爷 好 来 这是很老的歌 是有被人来的啊 准备好 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 翩翩隔壁着的女生哥哥美如鲜 忍不住分身 偷偷看一眼 你懂不懂就放脸 我还是爱你的 即使你有点大女人 既然说过要让你分分 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 才证明我最爱你 我最懂的男人你要懂得真心 要爱就要欢喜 谢谢 他唱得很好 不好唱啊这个歌 而且他用后脚跟打结拍 那个歌 年代感就是很可爱 可能有一些80后的印记吧 很有很有 看男嘉宾的短片 当没有遇到山峰的时候 你以为这个世界都是平地 这句话我喜欢 我叫马兴坤 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到博士毕业 基本上都是顺风顺水 从清华大学工电专业毕业之后 我选择了直接创业 但这一次 我输得一败涂地 什么 怎么了 失败了 失败了 多年来的自信被狠狠地摔在地上 支离破碎 在这一次失败中 我思考了很多 也成长了很多 即使再继续失败下去 我也要逆风向前 现在事业走上正轨 在成都从事新零售相关的工作 现在31岁了 少了份激情 多了份踏实 但是在谈恋爱的话 一定是奔着结婚去的 曾经经历过一段 印象深刻的异地雷 最后的决定还是觉得 不想跟女孩去她的城市 我想跟个女人走 什么东西 她不会愿意去女生的那个城市 女人默默地坐了回来 没兴趣了 作为重庆的人不存在 我的这个思想观念 会偏传统一点 我希望如果在家庭需要的时候 这个女孩是愿意去为家庭付出的 你会是我心中的那个她吗 为什么这么大男子主义呢 对啊 其实去哪个城市我们可以商量 但是她这话都说出来了 这边有问题吗 4号 男嘉宾 你刚才说你是在成都是吗 对 现在在成都 那你介意异地吗 目前看来如果要往婚姻的方向走的话 还是蛮建议的 你现在工作是在哪个城市 成都 在成都工作 按家的话你的想法是 如果以我为主的话 应该是在成都 她感觉有点大男子主义 她都没有了 我可能觉得她事业那边可能比较强 想让女方来迁就她一下 但她怎么知道女方 谁就比她弱了呢 5号 请问男嘉宾 如果女方比你事业更有成 你会不会将就她 我女儿在北京500强 大概的情况我可能更希望女孩到我的城市 喂 你好 孟爷爷 我是4号女嘉宾苏星一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男嘉宾 她好像一直在强调说女方结婚以后要去她的城市 是她大男子主义还是说有什么别的原因 4号女嘉宾让我问的问题是 因为在片子里边你几次提到了 如果以后将来在一起的话 要到你工作的城市去 这个里边有没有大男子主义的因素 坦率地讲肯定会有一点 肯定会有一点 我不喜欢这么大男子主义的 需要你的时候 你是有这种心态去对这个家庭 要牺牲一些自己的事业去做付出的 女生付出更多 她是不是喜欢女生在家里 她喜欢女生为了她转圈圈的 我想灭灯 2号 男嘉宾 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您希望这个女生比较顾家 但是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她要牺牲她的事业 来做一个全职的家庭妇女 其实我家庭妇女是没法接受的 我希望女孩有她独立的社交圈 有她独立的她的事业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女方 有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然而您又需要她事业和家庭兼顾 要这样的话您怎么决定 所以说我说两个两性关系里边 应该是这个双方的找到一种比较舒服的状态 双方的觉得满意觉得接受 这样的状态就可以 2号 你刚才说不是异地恋 你排斥吗 但是如果你要有了真爱 你还排斥异地恋吗 其实提的这些要求阿姨 都是一个框架 当真正出现的那个人的时候 很多事情确实不好说 对于家庭的这种付出 不是说一定要谁去付出的更多 是可以探讨的这种问题 其实吧 我觉得只要两个人感情好的话 谁付出多谁付出少 其实不是绝对的 其实我倒觉得吧 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的是 要结婚肯定得生活在一个城市 你不能说两口子住在两个城市 这个就不合适 但至于到底是男方到女方的城市 还是女方到男方的城市 这个里边可以考量很多因素 但应该不是说谁更强听谁的 哪边更有利益 他们两个人的发展 对对 那就去哪里 对对对对 商量 是 喂 喂 孟爷爷你好 我是三号任婉婷 我想公放一下我的声音可以吗 三号的声音放出来 这位男生真的非常地优秀 但是很可惜 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 所以想请爸爸妈妈 帮我灭一下灯 另外呢 我还是想要特别感谢一下 我的爸爸妈妈 因为他们两个人其实已经分开了 就是今天能为了我专门的 就是重新在一起 特别的感谢 我想说一下 虽然我们是分开了 但是我们是一种很好朋友的关系 对 对女儿从来没有疏忽过爱 是的 为了女儿的心理健康成长 我们是跟好朋友一样 可能我女儿今天不说我们分开 在座的各位观众 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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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其实现在是亲人 我们分开其实因为工作问题 长时间分开了 你真的很幸福 超兴趣的 我妈都很爱你 真的真的好爱你 我们台上来的家庭当中 3号任婉婷的父母 是迄今为止第一对 父母离异了之后 为了孩子相亲 一块走到来到这个家庭 所以啊 我认为很多家庭 夫妻不在一块了 但是他们给予孩子的爱 是共同的 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尊敬 舒服 加油 加油 下面进入反选环节 五盏灯上去灭掉三个 你别别再考虑考虑 谢谢 谢谢 可以 我们自己退吧 五号灭了 哎呀 五号灭了 怎么有一个爸妈自动灭灯了呀 我爸妈灭的吗 其实萌宁比较蛮适合你的 以后他也打算在成都定居 这个没有异地的问题 真的 你可以出来见一见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我女儿去哪儿都可以的 而且你出来看一下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妈妈加油 宽儿把四号留住 宽儿宽儿 宽儿四号 留住 留住 留下 留下 对不起 叔阿姨 对不起 对不起 来 你看不到 不要 别 谢谢 谢谢 我观察发现 五号家庭有个特点 在前面很长的过程当中 五号家庭都不灭灯 但是只要男嘉宾下去 准备灭灯的时候 他们都是主动 退完 自己退吧 我们自己退吧 什么原因 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解释 是 我女儿今年24 我感觉她的这个谁 年龄稍微偏大了一点 那为什么不在之前 就做决定呢 感觉 感觉 跟着感觉走吧 好 看一下两个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 苏星医26岁 互联网公司国际运营 蒙明23岁 医学博士在读 她这个才23岁就在读博了呀 跳极非常厉害 妈妈很聪明的 嗯 我们家苏星医呢 身材特别好 而且是从小身材小 真的好 她有个外号 叫长腿大怪 妈妈身材也好 好 遗传的 就因为世界好 我跟我女儿上街的时候 回踪率非常高 在三里头逛街的时候 还经常被揭开 男嘉宾 以后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可以跟你一起成为 马路上 让她亮亮的风景线 她满意了 她就喜欢大长腿了 我这还是喜欢模拟 6号 男嘉宾 我要出道题问一下你 就是你知道的 读博士 头发货越来越少 如果哪一天我秃了 你还喜欢要我吗 你会嫌弃我 没有 头发没关系 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秃 这个问题是 我们所有女博士 都想问的 而且我不是下你的哟 因为我们实验室 有好几个人都秃了 你介意女孩子秃头吗 看看爸爸就是光头 我念博士的时候 就是被这个事困扰的 她说出了我这么多年 埋在心底 没有告诉大家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 大家都学自然科学的 这个秃头这个事情呢 一般是半性遗传 而且基本上是传男不传女 她能把这事提出来 一定深深地焦虑了很久了 因为到这个时候 她还没有秃头的话 估计以后都不会秃的 你这么乐观我感到很高兴 比我还逗 比我还逗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家庭 有一句话讲 娶得媳妇几十年后的样子 可能就是丈母娘的样子 那我想让两位数评价一下 您妻子最大的一个优点 和最大的一个缺点 我爸心中的我妈 简直可爱到不行 就完美 我太太最大的用意 就是善良 特别的善良 缺点吗 看你妈的眼神 感受我缺点 恐怕有些问题上考虑不周 6号 男嘉宾 你这个问题问得最好 好紧张 爸爸要答题了 我这个老婆非常好的 但是她是跟不上我的脚步 跟不上我的脚步 快 我们两个亏了二十多年 因为我就好像是千里马 她就是个骆驼 她就是个骆驼 我妈妈看电视要气死了估计 我这个千里马跑快了 我让那个老婆又要丢 我让她跑来走去找 我找回来拿东西 我也跑不动了 我就变得太累了 妈妈你先生的心里 也跟我的问题 我女儿就是这样子的 跟你的姐姐差不多 我女儿姐姐是跟我一样的 我爸爸又在说 男嘉宾听不懂的话 有请 4号 6号 来看你的舅舅舅妈给你选的心动 家庭是哪一个大屏幕 可以了 不是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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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 别带来 这表白的伸直到了 我像你一样的 4号 我觉得比较打动我的 是男嘉宾之前创业失败 但是又能从中走出来 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我很看重男嘉宾的这个上进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棒 6号 新婚小哥哥 你好 前面已经答应我 要跟我一起去吃火锅 你不要忘记了 然后我爸从小到大 也没有怎么表白过 理想中的爱情应该是男孩子 先表白才对 所以我想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喜欢猫还是狗 可能狗吧 你表白了 我本来以为听到是一个 土味情话当中的一款 没想到 还有我爸爸他记错了 他说我158 那是我16岁的身高 我现在我觉得我有160了 跟我长了 好甜啊 好会说 5号 新婚你好 我们确实也有相近的一个教育背景 而且是我们的价值观 我也很吻合的 如果说就是您对地狱的这个问题 还是说没有可商量的余地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两个就不是很合适 对 孟爷爷 孟爷爷 因为我在旁边看了整个过程啊 一上来的时候 三位就特别特别的钟情于5号 问了我很多的信息 但确实他们在那个男生反选的那个环节被灭灯 确实是有点伤到了叔叔阿姨的心了 本来是很喜欢5号的 但是因为都已经到了反选的时候才灭的灯 所以我们觉得有点伤我们孩子气 不好意思 我觉得可能也是我爸妈妈妈 不是 我妈妈可能不太懂这个规则 对 OK 明白了 男嘉宾的家属对5号是否坚持 我们选择放弃 好 来 谢谢5号 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 那我问一下 对于未来为什么要生小孩 能不能讲3点 4号 生小孩的意义 我第一反应是传宗接代 第二的话我觉得 如果一个人他不生小孩的话 那么他老了以后 周围就都是老人 这个画面我不敢想 然后第三点的话 我觉得生小孩 养小孩 是一个可以加固两个人感情的一个加固剂 6号 第一点呢 我觉得要生小孩的话 这是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生出来的宝宝 他有一点像你 有一点像我 然后你就会很好奇 他就比像谁更多一点 第二点的话 我觉得它是爱情的结晶 然后就是我想了半天 都没有想到第三点是什么 可能我们吃火锅的时候 你能给我讲就第三点 对 对 对 哎呦 你看这女孩情伤可刚啊 4号和6号 你最后的选择是 6号 这个是要穿亮的皮疙瘩 还是要有趣的灵魂的 这个是要穿亮的皮疙瘩 6号 好 孩子好 孩子好 最棒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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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点我觉得她父亲是一个有趣的灵魂 你竟然不是因为我 我觉得摩尼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女孩 特别棒 她也爱吃火锅 她也喜欢成都 我真的是很有脾胃的人 孩子啊 你们想上天 我愿意用我的肩膀合起 让你们九天难约 如果你们想下海 我用我的双手做好船 让你们海洋作别 谢谢收看今天的 新香气大会 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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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